國軍桃園總醫院爆發的群聚感染事件 今天是第四天了 那麼全面快篩的結果在今天出爐 採檢了一千多名醫護病患看護 還有行政人員以及外包商當中 PCR檢測結果都是陰性反應 但桃園市長鄭文燦 他不敢掉以輕心 要求桃園市各大醫院 調查院內所有看護工 如果還有看護工 尚未施打疫苗 通通都要先注射疫苗 醫院外快篩站全部已經撤除 國軍桃園總醫院 群聚染疫第四天 院方趕在二十一號深夜 初步完成全院快篩 依照確診者染疫其成 院方將召回已經出院的兩三百名病患 及其看護 桃園市政府擴大匡列隔離及採檢範圍 要及時阻止疫情擴散 為了防範在各大醫院奔走工作的看護工 不小心成為染疫破口 鄭文燦要求清查看護工的疫苗接種成效 目前國軍桃園總醫院共有14人 因院內群聚染疫 全院快篩後已經沒有增加新案例 不過還是有部分已經出院的病患 跟看護 尚未進行快篩採檢 市府及院方加快速度 儘快完成所有匡列人員的採檢工作 記者王小華 台灣報導